台灣長榮海運大型貨櫃輪長癡輪 然在埃及蘇伊士運河割潛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早前派出14艘拖船 司徒利用潮漲的時間將貨輪浮起 目前從貨輪抽走9000噸的壓艙水 並且在船頭位置刮走近20,000公噸的沙泥 部分船新部件已重新運作 貨輪已成功向前運行17米 現場多架拖船名笛慶祝 現場有撤獲300艘貨船正等待過河 部分船隻已擾渡 經好望角繼續航程 當局稱因為風勢強勁拯救難度有所增加 目前仍未知道貨輪何時才能夠脫困